松山区公所举办认识数位性别暴力课程 邀请深度研究数位性别暴力的边边女力协会 秘书长谢丽君 透过轻松有趣的怪兽解体公司桌游 让学生了解性别歧视等各种状况 杜绝校园数位性别暴力的发生 同时借由更与时俱进的方式进行性别意识陪力 启发学生对于多元性别文化的认知 中文高中一直以来 各位同学的表现在各界都是可圈可点 包括我们这一次参与支预算大家的提案 也都有进入特优 那也谢谢各位同学今天呢 等一下老一老师会跟大家上这个很重要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老师呢 有准备了一些这个桌游的道具 相信呢一定非常地精彩 那也谢谢校长还有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的支持跟参与 我们的区长呢非常关心中文高中 他其实他是从是去年嘛 对不对去年才来到松山区 但是呢比起校长过去所知道的之前的区长而言呢 我们的区长呢来中文呢已经好多次了 而且每次都带礼物来 这一次带的礼物就是给同学们的 看到你们这旁边有那么厚厚一大本 非常精美的那个笔记本 之外还有就是支持我们这些课程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区长 对我们中文高中的关心 中文高中校长刘晶晶也特别感谢松山区公所 再次与中文高中合作开设课程 期盼透过课程启发学生们 对于多元性别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并学习自我保护的方法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对于多元性别文化的理解